杰叔,这就是莫泰签字印血手印的死期 盛景叔拿过来扫印,确定东西无误,淡淡吩咐 叶月,我折子,当着炎子叶和莫泰的面,将这器书给点了 杰叔,你做什么?你怎么把器书给烧了? 知道我为什么说你愚蠢吗? 赈贼做主,卖命十余年,就要落得全家人陪你一起死的下场,不愚蠢吗? 舍贞王妃,你 从今日开始,你自由了,但我还是要提醒你一句 你和你的家人想要安稳地过火,也没有那么容易 你最好带着你家人远离京都皇城,今日就走 不过如果你想继续留在京都皇城 我倒是这京都皇城为数不多,愿意给你和你家人一份庇护的人 但我这里同样不要无用的人 你可以重新跟我签订器书 我呢,不需要你做我的死气奴才 你可以跟我签订合作的器书 从今往后,你依然做你现在所的事 但你的劳动成果归我所有 我需要你帮我寻找的药材,你也要尽全力去寻找 不管是你寻回的药材,或是你种植出的 你可以拿三成,带着你家人离开,或是和我合作 你自己选吧 圣锦书,你给我下套,是为了将这药奴带走 这药奴,他怎禁忘了,这药奴是还能给他寻药重药赚大钱的 嗯,被你看出来了,真抱歉啊,找你猜对了 本王妃就是这么个意思,可圣锦书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故意的呢 是到了药材库这儿,还是更早之前 锦书,你这是在报复我 还是在怨恨我之前因为蝶一背弃了我们这么多年的感情 你用这种手段对付我,我的心里很不好受 但我知道,这都是我从前做错事应该得到的惩罚 你还肯怨恨我,肯打击报复我,代表你心里还有我 说到这儿,他偷偷偏了眼颜北征 发现颜北征眼色的确不太好了 又一副伤心痛苦的模样